毕竟现在天庭空虚 这些兵力必须要尽快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仲县离开后 地府也是清静了下来 沈小枫也是连忙开始处理地府的事务 地府的烂摊子啊 太大了 严君 地府亡魂 有五千彻底消失 两千魂逃跑 而且十八层地狱的封印也是出了一些问题 判官一句一句的将所有的损失都说明白了 报告严君 地府的奈何桥被打断了 孟婆也跟着重伤 关系地府的报告一张又一张的 送到了身为阎王的沈小枫面前 坐在椅子面前的沈小枫 看了看被自己已经看完的一些报告 不禁叹了一口气 这是想要累死他不成 到目前为止 他这看这些报告已经看了有三天了 这三天他时刻没有停歇下来过 虽然任务确实有些累 但谁让他是阎王呢 这种事情他不来做那谁来做 这次四大凶兽共同出现在地方 如果不是最后成功抓住了穷奇的话 说不定一个照面就是秒杀 将地府的事宜都安排好了之后 沈小枫也是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 距离抓住穷奇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沈小枫直接将他丢到了十八层地狱之中 每天都要遭受磨难 在十八层地狱之中 除非是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然根本别想逃出去 十八层地狱 可以说是三界最坚固的一个牢笼 如果不是沈小枫亲自将十八层地狱拉出来 那么十八层地狱也就不会被攻破 被灭罪恋捆绑起来的穷奇 下半身泡在了一片火海之中 一开始穷奇自持身份 但是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 最后 穷奇从一代霸主将自己玩成了一个阶下球 来到穷奇的面前 沈小枫笑眯眯地说道 怎么样 这几年点还不够舒服吗 穷奇朝着沈小枫发出了愤怒的吼叫声 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愤怒 可是没什么卵用 沈小枫围着穷奇转了鸡圈 挥了挥手 原本时时刻刻降下来的惩罚 一直坚持没下来 做一个交易吧 很简单 和当初的条件一模一样 答应下来 我就把你从十八层地狱放出去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沈小枫耸了耸肩膀 再次提出了当初的条件 可是穷奇依然不打算说些什么 沈小枫也懒得和他说什么好话 灭罪所和负罪恋的力量再次恢复了 突然涌现出了一股庞大的力量 直接打在了穷奇的身上 穷奇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沈小枫没有多说什么 关上了十八层地狱 接下来的每一天 沈小枫都会去询问穷奇 但是穷奇死活都不说 而沈小枫也是从来都不多问 只是按照以往的规矩 将锁链的力量又加重了一分 很快 半年过去了 在十八层地狱的摧残之下 穷奇整个瘦身都变了 身体明显瘦了许多 而且眼中也是黯然无神 仿佛丢了魂儿一般 这一天沈小枫再次来到了十八层地狱 穷奇的眼中冒出了一些光亮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穷奇都已经彻底的麻木了 也就只有沈小枫出现的时候眼神才会有一些变化 半年了还不说 还真是有骨气啊 既然你不想说的话 那我也不问了 沈小枫一脸的无所谓 好像打算放弃了一般 突然 沈小枫脸上的表情一变 眯着眼冷声说道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只能自己去了 在半年的时间里面 沈小枫已经彻底的适应了自己的新力量 现在的他已经可以对穷奇的记忆进行一些提取了 不给穷奇任何反抗的机会 沈小枫伸手直接按在了穷奇的额头上 穿过他的身体和脑海 沈小枫的力量直接来到了穷奇的记忆最深处 只见沈小枫眼中露出了坚定之色 狠狠地一拉 穷奇顿时发出了痛苦的尖叫声 哪怕他是四大凶兽之一 记忆被强行地剥夺对他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受伤的事情 你 阎王 我不会放过你的 短短的一句话 穷奇仿佛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瞥了一眼穷奇 沈小枫没有理会他 现在的穷奇已经造不成什么威胁了 这半年来 他一方面熟悉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用18层地狱的力量 来消磨穷奇的意识 现在 想要的东西终于拿到手了啊 东西到手后 沈小枫直接离开了18层地狱 回到了自己的行宫 穷奇的记忆已经被他捏成了灰色的小球 他可以在这小球上面 看到穷奇所有的记忆 经过一番施法 小球上面顿时出现了许多的画面 但是上面的画面都断断续续的 但也能够勉强地看懂 穷奇前半生的经历 他只是瞥了一眼 他正真关心的是 后半辈子的记忆 终于 一块记忆碎片的出现 让沈小枫聚集起来了精神 直接将这单块记忆提取了出来 将记忆碎片放大 只见穷奇匍匐在一个巨人的脚下 巨人的脸看不清 但是巨人的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的盔甲 盔甲上面有着精致的花纹 新世界的事情要抓紧了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巨人终于开口了 沈小枫很像看清这巨人的脸 但是巨人的脸始终是一片模糊 根本看不清楚 突然 记忆碎片中的巨人站了起来 那一张模糊的脸露出了一双阴翼的眼睛 除了一双眼睛 其余的五官则是再也看不清楚了 只见画面中的巨人抬手 拍了一下身边的椅子扶手 眼睛直接盯向了沈小枫 沈小枫顿时浑身一震 心中更是充满了惊骇 难不成 他能看到我 这个想法出现之后 沈小枫连忙摇了摇头 将这个想法甩了出去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不应该窥视我的 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只见画面的巨人抬手 朝着沈小枫点出了一指 沈小枫顿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隔空传来 直接击中了他 根本无法躲避 紧接着 正在播放的记忆碎片直接破碎了 太可怕了 难道他是上古大神 这就是上古大神的力量吗 沈小枫捂着胸口呢喃着 要知道 这只是潜藏在穷奇记忆中的人罢了 居然都能够察觉到自己在窥探他 沈小枫有些不敢想象 对方究竟有多么强大了 不过沈小枫也弄清楚了一些事情 四大凶兽确实是受人指示而来到三界的 他们称之为新世界 但到底要做什么事 沈小枫确实不知道 想到这儿 沈小枫恶狠狠地看着穷奇 说说吧 你们来三界到底有什么目的 如果不说的话 后果你也是知道的 穷奇虚弱无比 但语气却是一如既往的强硬 呵呵 不要做梦了 想从我嘴里面探听消息 你怕是在做梦 不就是些许刑罚吗 老子瘦了 沈小枫脸色猙獰无比 敬酒不吃吃法酒 来人 给我把他带到拔舌地狱里 既然宁死都不说 这舌头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当即就有几个鹰差将穷奇压了下去 穷奇一身法力被沈小枫封印 加上这么多年以来不间断的刑罚 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 拔舌地狱 十八层地狱中的一层 在这里受刑的人舌头 会被一寸一寸的拉出来 直到拉断为止 并且那舌头还会自动生长 让人沉沦在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 纵然强大如穷奇 在自己的舌头被一寸一寸拉长的时候 沈小枫封的身边 对沈小枫尔语了几句 沈小枫不满地开口 他怎么来了 你们好好招待穷奇 一刻也不能让他停下 说吧 沈小枫转身离开了拔舌地狱 阎王殿内 地藏王菩萨一改往日波澜不惊的模样 变得急切而胶着 哪有半分得到高僧的模样 沈小枫走了进来 哈哈笑道 地藏王菩萨不在道场纳福 怎么有空到我这阎王殿来了 说着 沈小枫坐在了主位上 笑盈盈地看着地藏王菩萨 他知道 地藏王菩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但是既然来了 那就是肯定有事相求 果不其然 地藏王菩萨面色凝重地开口 阎君 小僧此来是有一事相求的 还望阎君应允 沈小枫言语地看着地藏王菩萨 期待着他的下文 上次四大凶兽大闹地府 听闻阎君以太极图之伟力 生情四大凶兽之一份穷奇 不知可有此事 沈小枫微微点了点头 不错 穷奇是在我这里 此刻正在跋舌地狱之中受刑 地藏王菩萨此来 莫不是与穷奇有关 地藏王菩萨苦笑 阎君有所不知 穷奇被生情之后 其余三大凶兽在三界之中为非作歹 这几年里不知清洗了我 佛门多少高僧 前几日更是请走了东来佛主 世尊与之大战 无奈不是三大凶兽的对手 临走的时候 涛铁说 要是我们能够交出穷奇 那他们就愿意放了东来佛主 所以还请阎君帮忙 东来佛主在佛门的地位 沈小枫还是有些耳闻的 东来佛主就相当于人间的太子 只要如来一退位 那东来佛主就是未来的佛主 所以佛门会来求自己也就说得通了 但沈小枫的面色却冷了下来 地藏王菩萨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穷奇我好不容易才抓到 弱势就这么放了 地藏王菩萨觉得可能吗 地藏王菩萨咬了咬牙 只要阎君愿意把穷奇交给我 不论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 还请阎君高抬跪手了 沈小枫似笑非笑地开口 哦 什么都愿意吗 我听说 佛门十二品金莲神威莫测 倒是心仪已久了呢 地藏王菩萨低下头思索了起来 沈小枫却是心中惊讶 没想到东来佛主的地位 还在自己想象之上吗 地藏王菩萨居然真的起了心思 阎君有所不知 十二品金莲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品了 阎君若是愿意 那小僧愿意将九品金莲双手奉上 沈小枫哈哈笑着答应了下来 二人约定好之后 地藏王菩萨就急匆匆地回去 拿九品金莲去了 而地藏王菩萨离开之后 沈小枫却掩饰不住自己的笑意 哈哈笑了起来 太上老君的身影缓缓展露了出来 雨带笑意的开口 你小子还真是见风就插针啊 连佛门的九品金莲都坑过来了 好好培养一下 又是一件了不起的混沌法宝啊 沈小枫 沈小枫停住了笑意 哈哈 老君过欲了 佛门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不过老君 你为什么要我放了穷奇 老君苦笑一声 不只是佛门 就连我天庭的大仙也被抓了不少 若是不放穷奇 只怕这一下三界的一层力量就直接没了啊 沈小枫惊讶不已 什么 都有谁被抓了 老君苦笑 险胜真君 哪吒太子 四大天王都被抓了 关键是 七仙女也被抓了 你应该也知道事情有多大了 沈小枫不禁沉默了起来 的确如同老君所说 若是不放穷奇的话 三界一层的力量就没了啊 好 我知道了 带九品金莲到手 我就将穷奇交给地藏王 沈小枫虽然心中不愿 但为了三界 也只能如此了 毕竟那个神秘莫测的远古大神 还要对付 老君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沈小枫想了想 转身走到了拔舌地狱 在穷奇的身上捣鼓了起来 整整一天之后 沈小枫才露出一抹满意的笑意 走了出来 外面的小鬼 皆是一脸害怕地看着沈小枫 从沈小枫进去以后 穷奇的惨叫就没有停过 这让这些小鬼 对沈小枫的惧怕 诱上了一个档次 很快地藏王菩萨就回来了 沈小枫也如愿以偿地 拿到了九品金莲 至于穷奇 自然是交给了地藏王菩萨了 沈小枫把丸卓手中的九品金莲 只觉得心中畅快无比 对那诡异的吞仙兽 穷奇还是心有忌惮的 他活了无数年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 可以吞噬自己身体中 混沌之力的诡异生物 所以五年前穷奇才会离开 说话间 穷奇一声利吼 背后翅膀煽动之间 一张血盆大口 已经出现在了沈小枫的面前 沈小枫面色凝重无比 心念一动 如意珠静止向穷奇轰了过去 五年未见 穷奇身上的伤势早已经复原 而今日太上老君不在 自己将是一场苦斗 轰 如意珠和穷奇赫然碰撞在了一起 一股惊天动地的能量波动 由一人一兽的交手处向四周扩散开来 沈小枫猴见一天 只觉得穷奇的实力又有了提升 沈小枫收回如意珠 一便向后退一边个穷奇缠斗着 他相信 经过刚才的碰撞 三界的大能一定都会有感觉 而自己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住自己的性命 穷奇猙獰着向沈小枫冲来 身上如同铁水胶筑的灵甲 竟然没有任何的损伤 姐姐姐 给我当食物吧 说着 穷奇的身体突然消失 沈小枫面色凝重无比 神念打开 向四周查探而出 就在这时 沈小枫感觉到身后一阵恶风传来 穷奇的身影旋即出现在了沈小枫的身后 那有黑的爪子向沈小枫的后心掏来 沈小枫急忙祭出如意珠 轰 穷奇一爪子拍在了沈小枫的如意珠之上 沈小枫一口溺血喷出 连人带珠子被轰入了地底 穷奇得势不饶人 紧随其后 沈小枫一拳将其轰了出去 身形再次出现在了半空 你的实力 怎么会突然提升这么多 要知道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想要提升一点都要耗费无数的时间 而眼前的穷奇 不过区区五年 居然都能够将自己压着打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穷奇结结一笑 我们四大凶兽同气连之 饕贴出世 我的实力自然也得到了提升 待到四大凶兽奇出的时候 三界之内的众多神佛 都不过是我们的口中知识罢了 穷奇 羞得嚣张 这时 天边出现了三个人 一位少年 朝气蓬破 一位中年 血气方刚 一位老者 大只若鱼 太上老君 穷奇咬着牙 狠狠地看着那三人 只见那老者手中那平平无奇的扁担 向着穷奇砸了下来 你以为你现在还会是我的对手吗 一气话三清 看爷爷破了你 说着 穷奇一声怒吼 混沌之力宁若实质地将整片天地笼罩 太上老君也是大惊失色 沈小枫趁势 将手中的如意珠砸了出去 哄 仿佛原子弹爆炸一般 巨大的蘑菇云生腾而起 其中弥漫着的 是漫天神佛都避之不及的混沌之力 姐姐姐 你们 压制不住我了 穷奇神色无比的嚣张 他就要扬眉吐气 一抱之前的憋屈了 这时 穷奇感觉到自己的后腿一痛 不禁回头看去 只见吞仙兽一脸陶醉地爬在自己的后腿上 不断地瞬息着 仿佛在品尝这世界最美味的佳肴一般 同时穷奇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混沌之力不断地流逝着 见鬼 又是你这个小东西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穷奇一脸踩到时的表情 急忙将吞仙兽甩了出去 沈小枫和太上老君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拦出了一抹坚定之色 沈小枫心念一动 混沌青莲莲金出现在了手中 浓郁的混沌之气弥漫开来 沈小枫感觉自己之前受的伤好了许多 心念一动 混沌青莲莲金化为了一根长枪 向穷奇嘴巴下方捅去 太上老君也是大手一挥 三位真火夹杂着混沌之气 向穷奇燃烧而去 穷奇此刻的心神 都放在了腿上的吞仙兽身上 待感觉到沈小枫和太上老君的动作之时 已经有些晚了 只见沈小枫和太上老君脸上皆是一喜 旋即面色大变 沈小枫感觉到自己的混沌青莲莲金 虽然捅进了穷奇的身体之中 但也只不过是如此了 死死地被夹在穷奇的肌肉之中 根本不得寸进 老君那里想必也是如此吧 好 你们都要死 一道尖利的声音 充斥在沈小枫的耳膜之中 穷奇的身影也显露了出来 只见穷奇浑身焦黑无比 下巴处一个血洞不断滴落着鲜血 但浑身的气势反而更加疯狂而歇斯底里了起来 沈小枫面色难看地开口 你吐磨究竟是什么做的 这都不死 真好吃 真吐磨的好吃 吞仙兽 仍然在不断地吞噬着穷奇的混沌之力 然而穷奇已经不理会他了 现在的穷奇 因为受伤的缘故 心中的凶性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他现在只想将面前的沈小枫 和太上老君撕碎 吃暗老孙一棒 一根金灿灿的棒子 带着万君之力挥了过来 静止向穷奇的头上挥去 沈小枫面色一喜 猴子 你来了 彭 一棍子落在了穷奇的头上 虽然没有对穷奇造成什么伤害 可是也将穷奇打低头昏脑胀了起来 听说我大哥被这家伙弄走了 暗老孙今日来讨个说法 说话间天边佛光万丈 一道充满了慈悲之意的身影 出现在了天边 阿弥陀佛 畜生 你多造杀念 今日平僧就来除魔味道吧 人味道 佛生先道 穷奇面色一变 知道今日恐怕是逃不到好处了 不由的心生退意 哼 佛门 一群不知所谓的东西 爷爷今日饿了 带来日在战吧 说着 穷奇就要离开 这么多大能齐聚一堂 他若是留下 绝对讨不到好处 穷奇的身影缓缓地消失 沈小枫面色大吉 今日若是不留下穷奇 下次再想要斩杀他 恐怕就是千难万难了 这时 半空中一道宏大的佛号响起 一个散发着五彩光芒的巨大掌印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穷奇离去的身影缓缓出现 面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一旁的悟空脸色也是有些不自然 孽畜 今日你哪里也去不了 不若跟老僧回西天极乐世界 聆听佛法 改过自心如何 如来佛祖捏着手指 与带笑意的开口 就算是一心想杀了穷奇的沈小枫 脸色也有些难看了 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 加起来绝对可以碾压穷奇 但你把自己置身于救世主的位置上 认识的心情也不会好起来 呸 老贼秃 人多欺负人少算是怎么回事 有种下来跟爷爷单挑 看爷爷不把你那一头包都打掉 沈小枫不由地笑出了声 如来佛祖的面色有些难看 既然你明完不灵 就不要怪老僧动用雷霆之怒了 各位道友 还请速速出手 斩杀此聊 穷奇突然平静了下来 这时 一道更加凶残暴力的气息 出现在了人群之中 同时 一道巨大无比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废物 若不是你我同气连之 你死了我也会受到影响 今日我绝对不会来救你 那身影刚一出现 就对着穷奇破口大骂 太上老君面色凝重地开口 饕餐 孙悟空面色阴沉 还我兄长来 说着 孙悟空一棒子打了出去 沈小枫不禁开口 冷静点猴子 你不是他的对手 饕餐挥了挥手 如同赶苍蝇一般将孙悟空拍飞了出去 这一下 众人的面色都难看了起来 孙悟空的实力不可畏弱 就连他在饕餐的手中都撑不过一招 自己同样也是如此 饕餐冷冷地看了众人一眼 一旁的如来佛祖更是大气也不敢出 现在还不到时候 但你们尽管放心 你们最终都只是我口中的食物 说着 饕餐挥了挥手 穷奇和饕餐的身影在众人的面前消失无踪 感受着穷奇和饕餐的气息消失无踪 太上老君摆了摆手 如来 我就先回去了 至于沈小枫 更是连招呼都没有打就禁止离开了 孙悟空在和如来打了个招呼之后 也跟着沈小枫来到了天庭之中 严君 你能不能查一查生死簿 看看我那大哥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孙悟空笑着跑到了沈小枫的面前 沈小枫无奈地开口 猴子 牛魔王的修为早就超脱了生死簿 能够掌控的地步了 他的生死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到了饕餐的手里 估计是凶多吉少了吧 说着 沈小枫的脸上也闪过一抹的迷茫 孙悟空脸上闪过一抹恨色 呆死的饕餐 终有一天 俺老孙会打抱他的头 在沈小枫这里离开之后 孙悟空就去找小白猴去了 沈小枫却是来到了兜率宫之中 老君盘膝而坐 看得出来 之前的战斗他也受了点小伤 老君 那滔铁为什么会这么强 我感觉我把所有的底牌都拿出来 在他的手里也支撑不过三招而已 而且穷其敌实力也提升了许多 太上老君面露担忧之色 我以前听到过 四大凶兽同气连之 实力是成几何增长的 饕餐出世 穷其的实力自然提升了 同样的 再有一个凶兽出世 饕餐和穷其的实力都会得到提升 还提升 这还怎么打 怪不得上古之时 人们对四大凶兽闻风丧胆呢 沈小枫感觉到了心中沉重的压力 太上老君开口 也不是没办法 四大凶兽同气连之 虽然他们的实力会提升 但一旦其中一个死了 或者重伤 都会影响其他几个凶兽的实力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在饕餐反应过来之前 将穷其斩杀 最起码也要将之重伤 老君 不是我打击你 你觉得这可能吗 老君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跟我来 说着 太上老君起身走了出去 沈小枫紧紧地跟在老君的身后 不知道他要卖什么关子 二人来到了太上老君的房间里 太上老君指着墙上的一幅画 开口 你看这幅画 能够看出来什么 沈小枫一脸疑惑地看去 只见那幅画平平无奇 根本没有任何的玄妙 就如同凡兼儿童 随手涂鸦来的一般 但能够让太上老君如此郑重介绍的 一定不是凡物 当即沈小枫仔细地感受了起来 这一感受却发现了了不得的事情 这 这幅画里面有一个空间 而且是比三界还要高级的空间 沈小枫面露惊异之色 里面那个空间实在是太古怪了 仿佛自称世界一般 太上老君缓缓地开口 这是传说中的太极图 太极图也是混沌之宝 拥有风镜之力 可以将敌人拉到这个空间之中 终生封印 你说 我们若是将穷奇关进来 即和三界大能将之斩杀的话 那饕贴必然元气大伤 现在还觉得没可能吗 沈小枫面露惊喜之色 只觉得浑身的压力一轻 不由地开口笑道 老君 有这宝贝怎么不早拿出来 否则今天那穷奇也跑不了了 太上老君老君笑道 现在拿出来也不迟 你把他收下 尽快练化了吧 封印穷奇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沈小枫点了点头 将阴阳图收了起来 告别了老君 沈小枫摸了摸下巴 这老君 果然不愧是三卿之手 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宝贝 看来还要时不时地来这里 打打秋风了 笑了笑 将这个想法赶出了脑海 将自己之前从穷奇嘴里抢下来的 孤魂野鬼放入六道轮回之后 沈小枫就开始全力炼化起了阴阳图 这一炼化 就又是十年 十年的时间对于凡人来说 可能是一生的七八分之一 但对于修士来说 不过是一次闭关罢了 然而 这十年之中 三界中却开始不平静了起来 饕餐并没有来犯天庭 甚至都没有针对凡人 然而 三界之中的妖怪们 却是遭了大难 不时就会传出 哪个妖王消失的消息 引得妖族人心惶惶 终于有一些聪明的妖怪 聚集在了一起 以求生命安全 然而 这种聚集起来的妖怪 消失得更快 一来而去之下 妖族终于放弃了抵抗 开始各自行事 出没于深山老林之中 这样的话 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 饕餐也将目光 从妖族的身上放到了天庭 就在这个时候 沈小枫出关了 这十年以来 阴阳图沈小枫 已经可以初步运用了 穷奇虽然是交了出去 但是在交易之前 沈小枫从穷奇的的 一些记忆残留中 发现了新的线索 新世界 关于新世界的描述很少 但是从那断断续续的 记忆碎片中 却是能够大致地分析出来 在三界之外 有了一个新世界 关于这个新世界 沈小枫也无法从 穷奇的记忆碎片之中 得到更多的消息 穷奇走了之后 沈小枫皱眉坐在暗桌上 新世界很有可能和大劫 那有什么关系 如果能够找到 穷奇记忆中的新世界 那么也就能够搞清楚 大劫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穷奇虽然被换走了 但是这一次 他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大碍 而且他也得知 那几头凶兽将穷奇救回去 也是做出了承诺 十年内不得在三界继续动手 十年的时间 最起码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 三界应该是暂时的稳定下来了 正好他也可以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安心的去寻找新世界的线索 沈小枫思索了一段时间后 他决定去找图天大仙 图天大仙好像知道一些什么 只是一直不愿意说 应该知道新世界的一些线索 离开地府一路赶到图天大仙的行宫 阎君 好久不见 不知道这一次来所为何事啊 刚刚到行宫的门口 便传来了图天大仙的声音 沈小枫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走进行宫回应 难道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了吗 你阎王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敢保证真的没事吗 图天笑着回应 图天可是丝毫没有给他留面子啊 沈小枫也是脸红了一下 仔细想想 貌似还真是这样的 无事而地府做 有事找图天 图天大仙 我这不也是为了三界而来吗 毕竟大劫难已经开始了 你们又说我是大劫难的拯救人 我如果不尽心尽力 岂不是辜负了你们对我的信任 和这些个老神仙交往了这么久 沈小枫的嘴上功夫也是进步了很多 几句话的时间 沈小枫很快便见到了图天 图天大仙 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是这样的 我在穷奇的记忆里面得到了新的线索 三界之外有着一个新的世界 而大劫难和新世界应该有着很大的关系 放沈小枫提到新世界的时候 脸上有着一些不自然 这一幕也是被沈小枫看到了 这也让沈小枫肯定了心中的猜想 图天果然知道新世界的事情 看来你从穷奇哪里得到了不少的消息啊 关于新世界 我知道的也有限 我送你三句话 劫难始于心生 生于混沌 生于边缘 说完 图天挥了挥手突然消失在了沈小枫的眼前 虚无中留下了图天的声音 严君 大劫难结束之前 你我不得再见 此后望君保重 图天的突然消失 让沈小枫也是有些猛逼 这怎么突然人就没了 就因为自己的一个问题 仔细的想了想 沈小枫也是猜出了一些事情 图天知道 大劫难的大部分的内幕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他不能说出这些东西 而他这一次询问的事情 已经触及到了大劫难的核心 至于图天最后的三句话 想必是已经触及到了禁忌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隐藏起来自己 想通了这一点 沈小枫的心情也是大好 终于找到根源了 那接下来只需要找到那新世界 那么大劫难的内幕 基本也就能够彻底的揭开了 图天消失的时候曾留下了一句话 虽然有些隐晦 但是也并不难理解 基本是将新世界的大体位置 说了出来 虽然以后有事不能再找图天大仙帮忙 但是在33天 还有一位知道不少的老者 沈小枫来到33天 太上老君的行宫之中 直接就闯了进去 老君的两位道童 已经被借去当新君了 现在诺大的一个行宫 也就只有老君一人 老君 我有关于大劫难的新线索了 一进行宫 沈小枫便开始大喊大叫 太上老君是三界有名的强者 就算是悟空来了这里 怕都是要恭恭敬敬的 也就只有沈小枫一个人 赶在老君的行宫里面大喊大叫了 真在修炼的老君 也是无奈地睁开了眼睛 望向了风尘仆仆赶来的沈小枫 颜君 你不用这么大声音 虽然老朽年纪大了 但是这耳朵还算好使 沈小枫笑着挠了挠头 他这也实在是太激动了 所以也就没有顾及那么多 大劫难内目尽在眼前 只需要稍微用用力 就能够揭开这张挡住眼睛的布 当然激动了 老君 新线索 三界外有一个新世界 很有可能和大劫难有直接的关系 听到沈小枫的消息 老君顿时皱起了眉头 挥了挥手中的浮沉 这线索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穷奇 在把穷奇换出去之前 我看了他的记忆 老君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看来我猜得没错啊 果然有着一个新世界在三界之外 三界外有一个新世界 这个猜测老君早就有了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证实这个猜测 你如此急匆匆地赶来 想必是大致地了解了 新世界的位置吧 老君笑着说道 老君的一双眼睛微微地眯着 仿佛早就已经看穿了一切 劫难始于心生 生于边缘 生于混沌 沈小枫将图天消失后留下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这话是图天和你说的吧 那家伙知道不少的东西啊 沈小枫愣了一下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图天 这老君又是怎么知道 这是图天告诉他的 老君脸上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说 如果说这三界内真的有一个人知道新世界在哪的话 也就图天那个家伙了 而且我刚才感觉到 图天的气息消失了 图天一直都知道一些什么 但是一直都不说 如今一定是泄露了什么 让他不得不藏起来 如果没猜出的话 应该是他泄露了新世界的位置 看来那句话就是新世界的位置了 图天的话应该是不难理解 大劫难的开始就是因为新世界 至于之后的两句 始于边缘 始于混沌 我猜新世界是在混沌之中 而且距离三界不远 老君瞇着眼分析到 沈小枫点了点头 图天最后留下的话并没有那么隐晦 沈小枫也基本能够猜出来 现在新世界的位置基本是清楚了 那接下来主要做的 应该就是要寻找那新世界了 新世界在混沌之中 也就是在虚空之中 在虚空行走可是有着很大的威胁 一般的仙人在虚空之中 根本无法行走多久 当然了 这对沈小枫并不是什么难题 他可以在虚空之中待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只要给他充足的四大元力 那么他在虚空待上个一年半载 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 当初我在看穷奇记忆碎片的时候 通过记忆碎片我看到了一尊大神 他在记忆碎片里面对我出手 差点把我打成重伤 我怀疑那大神就是幕后黑手之一 当初探寻穷奇记忆的时候 被那大神发现 不知道那大神会不会已经猜到了 他得到了新世界相关的消息 那大劫难背后的人 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布置下来了这么一场大局 绝对不会放过这种意外的 这一次寻找新世界 怕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那大神是不是是一个巨人 身上穿着黑金铠甲 铠甲上面还有着一些精致的花纹 老君想了一下后 犹豫地看着沈小枫 试探性地问道 听到老君的话 沈小枫也是惊讶了一下 那记忆碎片可是就只有他一个人看过 可是老君怎么知道的 而且说的还如此的详细 难不成老君知道那大神的身份 看到沈小枫思索的表情 老君的一双眼睛也已经看穿了一切 抬手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战神行天 没想到居然会是他 如果他真的是幕后黑手的话 那真的麻烦了啊 战神行天 老君说出那大神的身份后 沈小枫顿时愣住了 传闻行天可是没有脑袋的 但是他清楚地看到 那穷奇记忆中的大神是有透露的 老君 会不会搞错了 行天不是没有脑袋吗 可是 老君摇了摇头 眼中微微地瞇着 淡淡回应 你都说了 那是传闻罢了 行天可是战神 当初他确实是丢了脑袋 但是最后行天却逆天改命 以杀正神 留下了一个凶神的名号 对于一位大神来说 重新长一个脑袋 是在见到不过的事情了 听完太上老君的话 沈小枫眼中的震撼久久都没有散去 他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 在华夏的故事之中 行天和皇帝交手 被皇帝用轩辕剑斩下了头颅 之后被皇帝将头颅镇压在一座山中 之后行天再战皇帝 依然战败 最后不知被封印在何处 人间的传闻其实只是说对了一半 最后行天确实是被皇帝打败 可是最后行天挣脱了封印 在穷兄之地修炼千年 更是将穷其收复 成为了一代大神 人人都以为行天最后被一职封印 谁能想到最后居然成为了和皇帝一样的大神 说到皇帝 沈小枫有了一些疑惑 到如今还没有听过皇帝的事情 那皇帝会不会也是大劫难的黑手之一 皇帝去哪了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听过皇帝的事情 那些上古大神们都在那场诸神之战之后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现在看来应该在新世界能够得到他们的消息 老君沉生道 新世界 看来想要知道那些秘密 就必须要找到新世界了 不论如何 必须要找到新世界 可以的话 要潜入新世界里面看看哪里的情况 之后的一年之中 各路仙人也都纷纷出行虚空 想要寻找到新世界的位置 在虚空之中 沈小枫一个人孤独地游荡着 他已经在虚空之中航走了半年了 为了保证 自己在虚空中待足够长的时间 他特意储备了一定的四大原力 在四大原力的支撑下 尽管已经在虚空中航走了半年 但是依然不见有任何的疲惫 四大原力的储备 已经没有多少了 最多支撑我坚持半个月 如果接下来几天 还找不到新世界的位置的话 就必须要回去了啊 三界边缘 他几乎走了五分之一 还走五分之四的路程 想要走完是不可能的了 找寻新世界迫在眉睫 他就算有心也无力 突然神晓风在虚空之中 感觉到一股特别的力量 这股力量和虚空之中的力量格格不入 在虚空之中 每个地方都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一点的生气 但是他突然感觉到了一丝生气 虽然并不强烈 但是在这虚空之中 是那么的引人注意 神晓风略微思索了一下 很快便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喜色 神晓风想都没想 直接朝着那股生气传来的地方 飞了过去 想要看看情况 来到近处 对那股生气的感应 也是愈发的浓厚 神晓风眯了眯眼睛 张开神念 开始仔细地观看这一处虚空 在虚空之中 神念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但是神晓风依然能够 将神念探出百米之外 可是这一次 他的神念在前进十多米的时候 直接被挡了下来 神晓风眼睛一亮 果然有猫腻 连忙来到那处挡住了自己神念的地方 来到近处 神晓风更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这里的不同寻常 呢喃着说 空间壁垒 看来这就是新世界了啊 突然 神晓风身影一闪 来到了另一处地方 眼前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 在这黑洞上 神晓风感觉到了一股空间的力量 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 太好了 是空间通道 穿过了这个通道 我应该就能进入到新世界之中 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现了新世界 而且还发现了通往新世界的通道 这实在是意外之喜啊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空间通道 想要找寻进入的方法 和一些潜在的危险 一番观察之后 神晓风发现 这空间通道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如果就这样直接进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通道的崩塌 如果通道 在他进入到一半的时候崩塌 那么他到时候 也会彻底地迷失在虚无之中 所以他必须要谨慎处理 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去 将这个通道告诉老君以及其他众仙 到时候众人一起来探寻 可是现在这通道的安全性未知 到时候 一定会做出让其他人试水的决定 鬼知道这通道 到时候会埋下多少的仙人 本来天庭因为四大凶兽的原因 已经损失了不少的仙人 现在如果继续损失仙人的话 那么天庭也就名存实亡了 思前律后 沈小枫决定自己亲身视险 既然我是大劫难的应劫人 那么应该不会让我这么容易就死了吧 女娲大神 保佑我啊 沈小枫咬牙说道 说完 沈小枫脑袋一扎 直接就扎入了那黑洞之中 很快整个人便消失不见了 刚刚进入这条空间通道 一股晕眩感便涌了上来 沈小枫感觉自己胃里面有东西在翻腾 要知道他现在可是仙人 更是地府之主 不知道多久没我感受过 这种晕眩的感觉了 很快 沈小枫的意识逐渐的模糊 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了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沈小枫的意识开始逐渐的恢复 缓缓地睁开双眼 突然强烈的阳光刺得他眼睛痛 连忙用手将这阳光挡住 很快沈小枫便已经适应了这阳光 站起来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一片荒芜 什么也都没有 沈小枫一脸的迷茫在这片荒芜之中 他感受不到任何的灵气 仿佛是被遗弃的地方一般 突然 空中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一只大鸟从他的头顶飞过 看到这只大鸟的一瞬间 沈小枫便有着一股不祥的预感 也顾不得什么阎王的形象 直接一个驴打滚躲开了大鸟的冲击 大鸟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 眼中发出了一道红光 再次朝着沈小枫扑来 沈小枫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他好歹也是堂堂严君 地府之主 如今一只不知名的大鸟居然敢对他出手 真是不知死活 畜生 居然敢对爷爷我动手 真是瞎了你的鸟眼了 吃我一招 说话间 沈小枫抬手拍出一掌 天刚三十六便遮天蔽日随手甩出 直接拍在了大鸟的身上 大鸟中了沈小枫一掌 当即发出了一声哀鸣 直接从空中坠落了下来 虽然一掌处理了这大鸟 但是沈小枫依然紧皱着眉头 没有一点的高兴 拿起双手前后翻看了一下 小生说 不对啊 这力量怎么这么弱 这也就普通天兵的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 沈小枫能够清楚地感知到自己刚才那一掌是有多么的弱 怕是只有自己平时百分之一的力量 可是他刚刚的愤怒之下出手的 力量绝对不会那么的弱 运行吞天法 沈小枫发现吞天法的运行也变得缓慢了许多 身上仙气虽然还在 但是好像受到了压制 让他无法发挥全部的力量 经过一番测试 沈小枫发现 自己现在只能发挥出来普通天兵的力量 至于更加的强大的力量则是会受到压制 让他无法发挥 沈小枫也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这让他着实无奈 突然 沈小枫想到了他之前是通过一条通道 要进入新世界的 难不成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新世界不成 刚才的一番尝试已经将他体内可用的法力消耗了七七八八 便想要吞天法恢复一下 可是他发现 这一片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灵气 他根本无法汲取天地间的灵气 来 让自己恢复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里就是新世界 毕竟三界外还有这些其他的小世界 万一自己是误入了其中一处 这时候 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鸣 震得沈小枫耳膜发痛 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人拉着一辆装满了泥土的车子从空中飞过 当沈小枫看到那拉别人的面貌后 整个人愣了一下 那不是托塔天王吗 居然在这里看到了托塔天王 当初托塔天王被穷奇抓走 那扎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力气去找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 托塔天王能否下来谈话 沈小枫大声地喊道 可是在空中拉车的托塔天王 根本就没有搭理沈小枫的意思 拉着车直接离开了这里 沈小枫作为阎王 自然是与天庭大部分的神仙都认识 哪怕不熟也会面熟 可是托塔天王 却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一般 而且托塔天王的身上死气沉沉的 没有丝毫的活力 好像没有灵魂一般 看着托塔天王拉着车离去 沈小枫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没有再去呼喊托塔天王 看来这很有可能就是新世界了 怕不只是托塔天王 就连其他失踪的神仙 也都是被抓到了这里 看托塔天王的样子 那还有33天天降的风范 完全就是一个苦工的模样 而且现在他也不能直接去寻求那些事情 现在他的实力受到了压制 只不过一个天兵的实力 而刚刚过去的托塔天王 看样子并没有受到压制 这样贸然追上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事情 他现在都是自身难保 他现在必须要搞清楚自己被压制的原因 等实力恢复了才能去真正的寻求那些隐秘 想了一下 现在还是想着如何离开这里再说 这里一片荒芜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 刚刚那只大鸟可是快要摸到成仙的门槛了 万一蹦打出来了一个仙人级的凶兽 那他说不定就直接葬身受负了 他还要应对大劫难 这要是死在了妖兽的肚子里面滴 那可就真的冤大了 想想一个阎王被一个妖兽吃了 那就有史以来最憋屈的地府之主了 这可是要被笑话千万年的 他可不想成为一个笑话 各位听友朋友 今天的被窝故事到此结束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